近日,上海市电影局表示,上海观影会名基于8月3日至10月31日间展开 活动期间,每天时时开始,观众登录逃票票或贸易APP购买上海地区电影院电影票 每张票可享受力补十元优惠,在线支付时当即扣减 据了解,整个活动期间预计可补贴320万张次 活动秉持政府补贴平台配套的原则 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电影局统筹安排1600万元专项资金 讨票票和猫眼两大票务平台配套出资1600万元 共计3200万元用于影院副业后的电影优惠票补贴 上海市电影局希望通过对购票观众实施精准补贴 让市民实实在在获得实惠,有效促进电影消费 助力电影行业尽快恢复正轨 8月3日下午,记者在上海影城采访时了解到 除了线上购票观影有优惠活动外 影院也推出了半假日等优惠活动,以吸引市民进入影院观影 不过,不少市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吸引大家重新走进影院的关键还是在于电影内容本身 期待有更多,更好,更新的电影能尽早进入影院 我觉得来电影院看电影的话,价格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主要是大荧幕的这个体验感,是家里观影是没有的 然后主要还是影片的问题,如果影片足够吸引的话 还是会选择到电影院来的 影片会更新,因为以前都看过的话 就是再看也没什么多大意思嘛 票价小时候降低,就是对我们来说没有特别大的吸引 据了解,截至7月27日,上海已共有215家影院恢复营业 占比55.84%,副业影院在上海各区均有分布 能够满足市民就近观影的需求 多家影业公司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承诺 将陆续推出多部大片为正在复苏中的电影市场供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